为了遏制中超球员泡沫的现象,足球在上赛季结束后,设置了新球帽和转会帽,让本土球员的身价逐渐回归常态,俱乐部的投入,也相应受到影响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各队的本土球员换系出现了许多乱象。 河北华夏幸福为了缓解新球压力,不惜变卖年轻主义,出现了土豪的烦恼。 广州复利则趁机尚未好买好够在新赛季准备崛起。 其他俱乐部也都有各自明确的话写策略,只有广州恒大,在东窗进退两难。 恒大已经很清晰少赛季丢贯的根本原因,卡帅也一直在主导球队进行新老,更替完成新王朝的更迭, 其中最让人头疼的,就是十四老国脚,郑治,高林,赵林鹏,冯霄亭,黄博文,米学鹏,张文昭,于汉超,荣浩,邹正,张成林,曾成,梅芳,正龙, 二十四人军是恒大公式老人,在俱乐部早已注定没有未来,他们的当中不少人已经哭作伴逗袭,离开是最好的选择, 不过考虑到租协的新丑帽拥有缓冲期,恒大解雇这些老国脚的可能性机会为例,只有转回一条路可走, 但是其他俱乐部也受到新政策的影响,很难完成交易 经过东窗一个月的折腾,恒大在近日终于下定水星展开疯狂的唤醒,重建新王朝 在二月的头一天,恒大一口气牵下三超新星,一路体育大学俱乐部官方宣布 二十一岁华裔球员罗伯托小家门恒大,得准中国家管理员朱毅 宣布二十四岁双子星高转意,和维持好双双加盟恒大,三大新星军已确认成为恒大新赛季的一员, 恒大换血潮令人期待,冯萧婷,高林等人,也望逐渐退出助力阵容 考虑到恒大现在连续引进新园,球队不得不尽快清洗十四老国脚, 根据难得体育记者风针的微博消息,恒大功勋老家都可以卖,但是在无市场, 唯有低价放购十四老国脚才是最明智的选择,能卖一个是一个,尤其是边缘老国脚。 不出意外,恒大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内,成功放购多名老卖边缘化的国脚球员,为新赛季完成最后的换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